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摄影师的张嘉诚也随后发声与火箭少女粉丝互对已经删除了微博回复 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不只是火箭少女团队购买了微博流量还是火箭少女真的抄袋流量 仅张嘉诚对火箭少女粉丝警话题居然强势占领微博热搜成了第一名 甚至在后面还有仅含含力挺火箭少女复古大片警话题罢评 那让人好奇的就是张嘉诚究竟把火箭少女拍成了什么样 让粉丝如此不满呢 张嘉诚为家人杂志九月刊拍摄的火箭少女 以上就是张嘉诚拍摄的火箭少女 不知道有没有认出她们都是哪位你的爱豆呢 虽然张嘉诚拍摄的时尚大片与粉丝所理解的偏差较大 但是并不能说这组照片就是不好的 因为摄影师的风格往往很大程度 尚决定了最终照片的效果 而火箭少女的粉丝们似乎很多人并不了解张嘉诚以及他照片的风格 而且摄影师本人也在微博解释了 我觉得我拍的101满美的 造型和人都没问题 这是一个1920年到2000年的中国年代装发主题 以及我不接受审美有问题的人点评 当然你可以取关886 那么我们这里也找来了一些张嘉诚 之前那个人创作照片 以及同样为家人杂志拍摄的其他艺人 也许看到以下的照片之后 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摄影师要这样拍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